哈喽大家好,这里是浮相救人,我是小镇 冬季浇水可能是大部分养花的朋友最头疼的问题了 不浇水吧,怕花干旱 那浇水又怕浇多了,导致烂根 冬季又是大部分植物的休眠期 那烂根重新换盆修根 又不像其他季节那样能快速的重新生长适应 那可能我们买花的时候呢 店家就会告诉你几天浇一次水 那我们跟着商家说的做还是出现问题了 这是因为我们大家养护的环境是不一样的 那浇水频率肯定也不一样 如果一直遵循着一个规则的话 那受伤的还是我们的花花草草 那今天小战就和大家分享几个冬季浇水的小技巧 首先就是颠盆法 我们刚浇完水的话肯定大家都搬动到过 相对来说呢还是很重的 那如果你花盆里面的水已经蒸发完了 你跌上去呢肯定相对来说会轻一点 我们平时啊有事没事去跌一下这盆花的花盆 那时间久了你就能掌握一个自己的浇水方法了 那像一些比较大的盆栽 像我这个秦夜龙啊 咱跌花盆肯定是跌不动了 我们要怎么判断它是否需要浇水呢 其实啊也很简单 我们啊拿个细木棍或者一次性的筷子呢 给它插到土壤里面去 等个十几分钟啊拿出来 如果筷子的表面啊颜色呢变了 说明水分还是充足的 暂时不需要浇水 如果表面没有变颜色啊 那就说明土壤干了需要浇水了 今天啊关于做